第二題是關於多項式的題目 有兩個方法可以做 第一個方法比較快一點 就是用因式分解法 因為它是甚麼平方 先不要理會是甚麼 甚麼平方減甚麼平方 所以它是符合行等式的第三題 甚麼平方減甚麼平方 就是甚麼減甚麼 成甚麼加甚麼 所以最重要的是寫兩個中括號 第一個中括號是甚麼加甚麼 另一個括號是甚麼減甚麼 記住,我們是整個物件 所以你應該連括號一起加或減 第一個物件是y-3x 第二個物件是括弧3x加y 所以括弧3x加y 很多情況,括號外面是正 任何物件是正1都是不便 所以你可以無視括號 但如果是減一個括號 就要很小心 每一個項都要乘乎1 先在括號裏做簡化 外面是正1 所以成員不便 y-3x 下一個也是正3x 正y-3x 好,到下一個了 負1乘以3x是負3x 負1乘以正y是負y 你可以找同類項加起來 所以先找同類項 y加y就是2y 減3x加3x 就會失去 所以這個是2y 另一個括號 y-y 就會失去 所以是負6x 成為乘以2乘以6乘以6乘以2乘以6乘以12 xy 所以答案是d 另一個方法是甚麼都不想 照刷括號 留意最大容易出錯的就是這個減 最重要是把步驟分開 即是遲些才處理這個符號 所以先把括號連同平方 以後你只會專注在裡面 所以根據行等式分開第一個括號 什麼平方減什麼 二什麼什麼 再加什麼平方 或者你自己直接拆開它 就可以把顏色除尊便 之後就處理另一個括號 記住先把括號寫在裡面 什麼平方加二什麼什麼 再加什麼平方 根據行等式 所以 9X平方 加6XY 然後再加Y平方 然後就處理減這個括號 所以每個項都要乘負1 負9X平方 負6XY 負Y平方 然後再加上前方 再加上前方 然後就看到一些項是互相反抵消的 所以 Y平方 減Y平方 就會變成0 9X平方 減9X平方 都會變成0 那剩下就是減6XY 再減6XY 結論就是負12XY 回應 後面